杨开慧烈士墓,杨开慧1901年到1930年,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,毛主席夫人,1930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 杨开慧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板仓,墓地坐西北朝东南,墓仲前有花岗岩石台阶,墓前有杨开慧汉白玉塑像,墓顶由魔光汉白玉安器成长方体。 长二,宽一,高八,墓穴为荷凝土结构,墓碑体由红砖安器,魔光全黑大理石器面,碑面用金色字体卷刻着毛泽东手书蝶脸花打理书一著名词篇,毛泽敏墓,毛泽敏是毛主席的大帝,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,4年9月牺牲于乌鲁木齐,毛泽敏墓位于新疆北吴尔兹治区,乌鲁木齐是烈士陵园内,于陈谭求墓, 位于一处,在半山腰,毛泽谭墓,毛泽勤是毛主席最小的弟弟,1935年4月26日,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,被国民党军包围,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,英勇牺牲,十年29岁,毛泽勤墓位于江西省瑞金市,则勤乡则勤村,墓地简单,毛泽建墓,毛泽建是毛主席的堂妹,1927年10月, 受中共向南特委派遣,到恒山任县委组织和赴云委员,随后在恒山,磊阳等地坚持游击斗争,1928年初下在京阳被捕,四年8月20日,被敌人杀害于恒山县城马王妙平,毛泽建墓在恒山县城西南两公里处的金子峰下, 毛安英勿,毛安英,本宁远人,自安英,出名永福,湖南湘潭人,是毛主席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,在抗美援昭战争中牺牲,安葬于朝鲜平安南到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,墓地简单,毛楚雄勿,毛楚雄,毛泽其余周恩儿之子,毛主席之职,1946年在陕西省宁闪县东江口镇被国民党部队截留, 蒋介石受益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,一行四人惨遭杀害,十年19岁,毛楚雄烈士墓,位于湖北省大雾县,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,墓地简单